放心吧 我乖乖在家等你过来 慢一点 小心我随时派人查岗 好了 你快过来 待会儿见 拜拜 不会吧 真的派人查岗 太好吃了 依涵 你在哪儿买这么大的虾啊 朋友送的 你要是昨天来的话 还能直接吃新鲜的刺身 现在也没那么新鲜 只好拿来做天妇罗 你不会还在生活有期吧 我去一下洗手间 我去一下了 我去一下了 怎么手机还生米吗 我去一下 我觉得葛依涵不爱我了 就是因为他给你送的这个跑步机啊 男人送女人跑步机 肯定是因为嫌他不 千万不要说出来 要不然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 你忘了之前的惨痛教训啊 他已经连续好几天每天都送我东西 吃喝用的就算了 居然送我这么大一个跑步机 说是祝我走出压健康 我左思右想走 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这么殷勤 除非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害得我这几天根本就睡不着觉 你就因为你男朋友送你礼物 所以睡不着觉啊 我是因为这个才睡不着觉 看不懂 怎么会因为这个睡不着 还请陛下直输胸义 第一次说对成语 长进了 够奖够奖 你们两个 葛一涵的手机 你拿他手机干吗 我偷来的 你这什么兴趣还好 他居然在微信里设置了密码 这不就是不想让我看吗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肯定是里面有什么内容 他不敢让我看 那你直接问他 我直接问他能说实话 那你把避码要过来自己看呗 那不行 就这样明方去要多丢人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帮我想密码 四位数 我生日他 生日我们的纪念日 他爸妈的生日 我全都试过了 根本就不对 这剩下的呢 就交给你们两个了 干吗这么费劲啊 我直接过去问他 葛一涵 你微信密码是多少 不是全力要问的 是我好奇 行不行 你这种人 谁跟你谈恋爱得无趣死的 那像你似的 一点小事 磨叽来磨叽去 无风谣起三尺浪才好是吗 你懂什么呀 这谈恋爱呢 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就是在你猜猜我的心思 我猜猜你的意图中 一步步地确定爱意 嫉妒怀疑都是必经之路 这谁要严肃冷静 从来不出错去恋爱 要的就是对方 不断去为你做傻事的 这股劲儿 这爱情啊 不是看对方 为你做了多少对的事 而是要看对方 为你做了多少的傻事 你真是太能折腾了 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大工作日的 刚看着书生他们出去团结 也就算了 还得陪他做傻事 又不是我跟哥也罕谈恋爱 你吃了吗 咱们吃碗面去吧 我饿了 耍什么事 我饿了 不吃了 我有事 这吃老个谁啊 妖妖 你回来啊 嘿